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四处返偿必有妖 今年的这些返偿现象来的油温明显 离春节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湖北武汉就有很多人已经返回农村了 他们说纷纷表示 以后呢 看情况再来 广州那边更为明显 就拿武汉和广州两个城市来说 你更愿意到哪个城市生活 听完我的见解 你以后还会去广东那边打工吗 我现在湖北武汉的街头 看看这边的房子 价格其实挺便宜的 一万出头 但在广州市区里面 房价基本上都在三万到五万左右 然后普通打工人根本买不起那里的房子 因为在那边的工资 说实话 在广州那边很多人以为 一个月能拿八九千到一万的工资 其实呢 说实话 跟武汉差不多 武汉的工资虽然水平不是说像广州那么高 但是呢 在武汉这边生活的压力更低一点 他既没有百上广州那么高的压力 但是又 北上广州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建设 交通设施医疗保障教育水平都很好 然后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从广州回到湖北 然后湖北能有很多人回到自己的农村 就是说有人卖掉了广州深圳那边的房子 然后回到农村准备养老 他说我今年45岁 我打算干完今年再也不来了 因为今年真的是把我搞怕了 本想着今年放开的第一年 他说我在那边 那城中村里面做生意吗 然后想着开一家奶茶店 汉堡店 炸鸡店 本想着生意非常好 但是没想到啊 生意却一落千丈 因为啊 金资力太大了 房租成本 水涨船高 晚年的时候 两万块钱的一个月的房租 现在要涨到三万四万 他说什么房子这么贵 因为在城中村里面 有些位置非常好 那个城中村大概有十万二十万的一个人 打工人在这里吗 然后现在呢 他说真的入不敷出了 全部跟老板打工 我说那你就回去吗 他说我准备打算这个回去 把房子卖了 再也不来深圳了 再也不来广州了 我说你怎么去哪 他说准备去武汉 武汉那边那个亲戚那边做生意 房租非常便宜 一个月六千多块钱 一年才六万 房东呢 还给他省两个月房租 我说哪有这么好的房东 他说有啊 因为在湖北那边呢 本来虽然说物价不高 然后生活水平也比较低 但是呢 相对于我们来说 更好的去生存 总比这个房租贵 他说我打算把这个车也卖掉了 因为在湖北武汉那边呢 我现在就在武汉这里 你看马路上面呢 基本上家家户子有车 开车也很方便 只要是路边的停车 也没人说去贴条什么的 最多有时候就口头教育批评一下 不像那边呢 太不人心化了 比如说你骑个电动车出去啊 根本上就 不是说非常堵吧 就是说 在马路上呢 你寸步难行 因为动不动呢 就要劝劝你到急动车道上面去 动不动呢 就要你限时段限路段 然后还有怎么等红绿灯什么的 非常的麻烦 等红绿灯是当然的 但在武汉这边没人去驱赶你 然后呢 非常的人性化 你摆地摊啊什么的 在广州那边呢 曾经摆地摊也是很轻松的 但现在呢 不能摆地摊了 然后有驱赶什么之类的 反正在广州那边呢 捞金啊 或者是赚钱了 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在广州那边动不动一套房子几百万 但在武汉这边呢 就没有这么好的 就是没这么高的一个房价 生活水平相当于来说 也不会打折 然后但是花费的会更低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从广州啊深圳啊上海等地 纷纷回到自己的省惠城市 或者是回到自己的打工的 就是自己老家那边去 很多人呢 慢慢的活清醒了 活通透了 不再为了一味的追求那些什么 抱负梦了 因为他觉得脚踏实地才能活得更远 才能走得更久 那些竞争呢 太过于激烈了 完全就是跟资本在打工 那资本呢 就是比如说房东啊 然后什么房企啊 房地产啊 然后跟他们打工 白白的就送了白白花花的银子 现在呢 他们觉得活明白了 活通透了 再也不想去广东了 越来越多人都要逃离广东上海 然后还有深圳的一些地方 对此你们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你是更愿意在武汉生活 还是更愿意在广州那边打工的 评论区留言吧 快过年了 也祝大家了 最后几个月里面多赚的钱 对此你们怎么看